孩子对于每位父母而言都是自己的心头受,现在很多人家庭都是独生子,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对待孩子的时候,家长都是特别的溺爱孩子,对孩子提出的要求更是百依百顺。 在生活中盛怕自己的孩子比别人过得差,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,父母也是付出自己的心血,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由老人照看孩子,主要就是因为父母工作忙,平时也没有时间照看孩子,但是老人的年龄毕竟也大了,所以有时候在照看孩子的时候会有疏忽的时候,近日移民女孩长时间由爷爷照看, 可是在前段时间的时候,女儿总说半夜有人扯自己的被子,在母亲看到家里的监控后选择了报警,这时候怎么回事呢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现在周女士想起上个月发生的事情都让她后怕,周女士和丈夫结婚已经快六年了,两人当时属于自由恋爱,当时两人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,在大学毕业后不久,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就结婚了。 结婚后两人没有急着要孩子,一直过了两年后周女士才怀孕,后来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,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太好,为了能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。 在女儿一岁的时候,周女士就让公公帮忙帮孩子,起初公公和他们都生活在城里,后来在女儿三岁的时候,公公因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,最后公公就带着女儿回老家住了。 起初周女士还有些不放心,每个月的时候,周女士都会抽空回老家看看,可是在前段时间的时候,有次回家后,女儿悄悄告诉周女士,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,总有人扯自己的杯子。 起初周女士以为女儿是开玩笑,可是等到第二次回来老家的时候,女儿再次向她提起了此事,这让周女士觉得有些不对劲。 后来周女士就到镇上买了监控,偷偷装在女儿卧室,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,周女士在查看监控后,当时就选择了报警。 原来在半夜的时候,一名乞丐偷偷跑进了女儿的卧室,然后上前去扯女儿的被子,当时乞丐就睡在女儿的房间。 等到第二天新快亮的时候,乞丐就离开了,后来才得知,公公晚上没有锁门的习惯,而且当时的天气也比较热。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,公公就把所有门窗都打开了。 结果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